在2014亚洲金融论坛的现场 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投公司的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丁学东先生 为我们谈谈他对世界经济的看法 丁先生非常高兴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了 首先想要请教的是 美联储启动QE退出 您觉得它对亚洲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呢 那么去年三季度 美国曾经宣布QE退出 结果对部分新型市场国家产生了一些影响 主要是造成一部分新型市场国家的资本外流 那么造成它的本币大幅度或较大幅度的贬值 那么很快 当然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就过去了 那么我想下一步QE的退出 应当使它更加可预期 我们这个应对QE的退出呢 应当说首先要密切关注它QE退出的新的进展 那么我觉得呢 中国应对QE退出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中国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非常健康 也就是财政收支是平衡的 有足够的实力来应对这种波动 第二呢中国外汇储备比较丰富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实力 第三个呢就是经过以前的过去的亚洲金融危机 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 我们在应对这种国际货币波动引起的危机方面 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 我们知道中投主要是进行海外投资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经济开始逐步的复苏 而欧洲的危机也逐渐见底了 那么在未来的投资上面 中投会集中投放于哪些领域呢 这个美国投资呢 这个应当说还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重点市场 无论是在它的公开市场 还是在它的另类投资方面 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那么我们现在呢 也看好欧洲的投资机会 因为欧洲呢 它的经济正在由负转正 应当说是有很多投资机会的 那么另外呢 中投公司作为立足于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 我们始终对亚洲 包括新兴市场国家 也充满着信心 所以我们在亚洲呢 也保持了相当数量的敞口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投资领域 我知道刚才的这个论坛上面 您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 就是说由阴转向阳和阳转向阴 这样的一个理论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可以 这个刚才呢 我是借用了这个一个比喻 就是把这个政府部门 比如说阳 市场经济部门呢 就私人部门呢 比如说阴 那么我就做了一个比喻 像发达国家 它现在的状态呢 正好是阴盛阳衰 所谓阴盛呢 就是指私人企业 私人部门 它的去杠杆化 比较顺利 已经走出了阴影 开始恢复了活力 而政府部门呢 仍然债务很重 像美国债务上限问题 像欧债危机问题 都是政府部门债务过重 这是发达国家的情形 而新兴市场国家呢 情形正好相反 它是阳盛阴 阳盛呢 就是指 这个市场经济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呢 这个它的政府财政状况 比较良好 有足够的财力 来支持 这个经济的发展 采取一些经济政策 而这个 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 特别包括它的金融部门 现在债务率还在上升 杠杆率在提高 所以包袱越来越沉重 那么今后 在遇到经济动荡的时候 这个企业和金融部门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是我一个比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